同样也是美食 带您看到则是高雄 高山羊肉是远近驰名 只不过这一间传承三代的老店 却以创新的风味抢市场 滚烫的羊骨高汤 飘出阵阵羊肉香气 共丸半大小的羊肉丸 是业者以后腿肉特制而成的羊肉狮子头 肉线口感绵密 又飘着孜然香气 一般那个外面 那个狮子头吃起来就是碎碎的 就是没有那种嚼劲 然后这个羊肉狮子头 就是因为外面还没有吃过 这是一次次 我觉得蛮新鲜的 摇了一口羊肉狮子头 搭配羊骨汤底 在带有寒映的天气里最适合不过 以每天杏仔羊肉 加上冬粉香料 以手工揉制而成的羊肉狮子头 成为老店招牌菜色 而业者羊肉料理创意 还不止这一道 开大火爆香香菇和洋葱 这时候加入特制金酱和羊肉 以化缘的方式搅拌快炒 最后加上红萝卜 葱花 再撒上芝麻 色香味俱全的金酱炒羊肉 就能上桌 因为我们干山 这边很多四川移民 所以我就加了这种甜面酱 跟羊肉结合 吃了就形形天天的 满下饭的 六在地特色酱料 把眷村的甜面酱当成创意发想 结合钢山羊肉 做成这一道金酱羊肉 咸中带甜的口感 深受消费者喜爱 因为沙茶的都是属于咸的 然后葱包也是属于咸的 然后这种金酱是甜的 是蛮特别的 没有吃过 对啊 称习外公手艺 传承三代的钢山羊肉老店 不没守成规 研发创新口味的羊肉料理 也再次替老字号的羊肉店 打响名号 三连新闻 黄大卫 黄佳平 高雄报道 韩剑来自新兴的